你说不希望一个女孩子飞来飞去 不安全 听上去好像是在照顾和关心她 但事实上你是在安排和支配的 你也是空城专业 她也是空城专业 不能学有所用 是一种失望 你明明能够理解这种失望 你还要把这种失望强加于她 你明明知道那种不甘心 面试失败之后的那种颓败感 你明明知道是什么滋味 但你还是要让她尝试一下 如果还没有结婚 你就开始缺乏这种最基本的尊重 你说说看 你跟那个师哥比起来 谁更爱她 我觉得我更爱她 你连陪她去面试都不能去 你爱她 飞并不是你的梦想 你要是那么想飞 你会因为这样的一个 还没有娶你进家门的男人 毫无理由地反对你的职业梦想 你就放弃吗 一个面试者要带着别人陪自己一起来 首先面试官会给你大打折扣 你肯定面不上嘛 你面个室还要带一个男人陪着你去 你是找工作吗 那如果在飞机上遇上突发状况的时候 作为一名空姐 如何去安慰那些乘客的惊慌啊 你显然是不适合做公姐的嘛 你心理素质太差 不要那么贪心 一方面又离不开她 一方面又觉得师哥对自己的关怀和照顾 自己很受用 所以其实你们两人都有严重的问题 一个根本对爱情没有尊重 一个对爱情缺乏忠诚 什么事都不可能两全 要实现梦想 可能就要牺牲爱情 如果要跟一个男人长久地在一起 就一定要拒绝别的男人对你的示爱 你明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当有一个人愿意去帮你完成梦想的时候 你应该要感谢 但是你不能苛求 别人会陪你去完成梦想 因为那个梦属于你自己 你是非他不娶吗 你是非他不嫁吗 行了吗 你们还有自己的梦想要去追求 你们去追求吧 好了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还是希望你能尊重我的选择 不要那么自私 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 咱俩毕竟都是这样 一个专业认识的 在一起那么久了 你也知道我怎么想的 希望你能尊重我 其实我就因为太在乎你 你根本就 你在乎我就要尊重我的选择 所以才会说一些那些话 但我本业也没有想 说出那种话来伤害你 你还是不要那么自私 只考虑自己 你现在稳定了 我呢 可以咬你啊 好 时间到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来 请开门 我懂你比我养你更重要 其实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 开展一段关系 最重要的是平等和尊重 电视机